2015新竹城市馬拉松 將於3月21號熱鬧登場 今年將有超過10800位跑者 參與這項盛會 而在今天的賽前記者會上 邀請了日本知名跑者 官家梁依 以及多位新竹在地的跑者 一起共襄盛舉 分享路跑心得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可以在新竹 然後跑遍新竹的古蹟 然後還有看到一些新的建設 而且沿路有非常多的啦啦隊 然後非常的熱情 延續去年的優良傳統 本次路線冠金古今建築 從市區到郊區 還有多項歷史古蹟 此外還會繞行17公里的海岸線 主辦單位基辛規劃 就是希望讓跑者一覽風塵之美 跑完馬拉松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到我們的山去散花 晚上我們還有琉璃燈展 1號這個時間來深刻的認識新竹 然後瞭解新竹的美跟好 2015新竹城市馬拉松 今年共分成全馬半馬 以及7.5公里的全民休閒組 主辦單位甚至還號召 在地的民眾組成啦啦隊 希望沿途能夠幫跑者加油打氣 讓全程42公里的賽道 都能充滿新竹的活力與熱情 我來聽詢問綜合報導